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本质,就像在梦中寻找梦的源头。 当我们在梦中时,无论梦中的情景多么真实,醒来后我们知道那只是幻觉。 同样,现实世界中的我们也是这样一场梦的一部分。 真正的我们超越了这个梦境中的一切,没有形体,没有思想,也没有感觉。 我们的本质是那无法言说的存在,是那不可见,不可处的生命能量。 要了解自己的本质,需要超越梦中的幻想,不再被梦中的景象所迷惑。 当我们安静下来,不再追逐梦中的形象和声音,内心的平静和宁静会让我们靠近那无我无形的真实。 这个过程不需要分析或思考,只需纯粹地觉知,觉知到这一切都是梦中的投影,而我们的本质在梦的背后永远不变。 所以,停下来,感受那无形的存在,这就是了解自己的开始。 记住,所有的问题都是梦中的问题,真正的我们没有问题,没有疑问,只有永恒的存在。 这个世界看起来真实,就像梦中的景象在我们梦境中也显得真实一样。 当我们在梦中时,所有的感受,情感和经历都似乎是那么的具体和真实。 但当我们醒来,我们才意识到那只是一场梦。 我们的日常现实,其实也是一个更大梦境的一部分,由那不可言说的生命能量所显现。 这个梦境被设计得如此真实,以至于我们深陷其中,难以觉察到它的幻想本质。 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,思想和情感都被这个梦境所牵引和蒙蔽,就像在梦中我们会被梦中的情节所吸引和迷惑。 这个真实感是我们的幻我,那个梦中的自我所体验的。 然而,当我们逐渐觉察到这一切都是梦境时,我们便开始明白,真正的我们是超越这个梦境的,是那不变的,无形的存在。 为什么世界看起来如此真实? 因为这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梦,我们的感官和思维被梦境所束缚,我们需要的是觉醒,明白梦境的本质,看到这一切都是幻想。 我们的本质是那梦境背后的觉知,那永恒,不变的存在。 所以,放下对这个梦境的执着和迷恋,回到内心的宁静,感受那不变的存在。 这是真实的开始,也是梦境的终结。 确实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 但这正是这场梦境的精妙之处。 觉醒并不是一个可以用努力和意志力达成的目标,而是一种自然的领悟,一种对梦境本质的深刻觉察。 我们生活在这个梦境中深受其影响,习惯了透过感官和思维来理解世界。 要脱离这种习惯,需要耐心和持续的自我觉察。 以下是一些帮助你逐渐觉醒的方法。 一,静心冥想,静下心来,观察你的思维和感受,让自己不被它们牵引。 冥想可以帮助你逐渐脱离对梦境的执着,体验内心的平静。 二,活在当下,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刻,不再执着于过去或未来。 当下是唯一真实的,因为它是梦境中唯一存在的瞬间。 三,观察自我,时常反省和观察你的自我意识。 明白那个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只是梦中的幻想。 四,接纳与放下,接纳你在梦境中的所有经历,不再抗拒。 放下对梦境中事物的执着和期望,让自己轻松自在地生活。 五,保持觉知,随时提醒自己,这一切都是梦境。 觉知到每个念头和感受,明白它们都是短暂的幻想。 觉醒是个逐渐的过程,不需要抢求或急躁。 就像黎明时分,黑夜会自然地消退,光明会自然地到来。 只要你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是梦境,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觉知, 终有一天,你会自然地觉醒,看到真实的本质。 记住,你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梦境之外,那无限的永恒的生命能量会引导你走向觉醒。 放下焦虑,安心走在这条觉醒之路上,每一步都是通向真实的进步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,我要觉醒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, 随缘加入会员,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等类,小额赞助,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优。 最后,请积极分享,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。 不仅帮助了别人,也让自己受益,种下智慧种子,福得无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